袁老师你好 这次非常感谢您能参加加拿大第四届国际文化艺术节 然后呢想简单向您请教一下您这次参加的一些感受 其实啊这是我第一次到咱们加拿大来参加这次活动 其实感受啊 谈到感受呢其实是感受是非常深的 首先感受呢就是感受到了我们加拿大朋友和咱们华人华侨 在加拿大的华人华侨的这种热情 其实这个热情呢我感觉呢更多的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喜爱和热爱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呢五千年的历史悠久 可以说博大精深 作为一个花丝相见的代表性传承人呢 其实我们是有这种责任义务和这种传承的责任义务 其实我们不单纯是在我们的国内传承 相反我们要把它呢推向全世界 让世界所有人民世界人民都了解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记忆 这是我们责物旁贷的一种使命 所以说这次到加拿大来呢 感觉是通过这次活动呢感受是非常深 也当然也更希望呢以后呢有更多的机会 让我们的组织方啊能够把我们的这种规模呢组织的更大 其实也想回到国内以后啊 让我们积极的我想积极的把我们的这些感受呢推荐给我们的同行和北京的中国的艺术家们 让更多的中国的艺术家呃代表性传统人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 让我们的中国文化呢传播更广 非常感谢您能把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艺术代入加拿大 特别是中国传统的这个掐湿艺术非常感谢呃 想接下来问一下这些作品中您最中意的是哪一件作品呢 呃其实谈到一个你这个问题呢很难回答呃 呃其实啊作为一个创作来说呢呃 呃每一件啊都是自己用呃煞费苦心可以说呃去创作出来呃 呃你比如说其实每件都有一个特点呃 呃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上面的一件呃呃这件就呃在我们国内呢 呃现在是是一个文物的一个复制品呃呃实际它是在我们北京故宫博物院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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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是一种实用器 设计非常巧妙 也说我们 其实我们前人 在这种构思上 是非常巧妙的设计 下面又展示了很多 我们精巧的这种饰品 其实这也是我们 花丝工艺的一些 典型的特点 就是陈设品和首饰 这种饰品 这是每件可以说 都用我们 可以说用心去 设计 巧手去制作 这是我们想展示出来的 非常感谢 这次你能给我们 带来这次机会 让我们目睹 这些优秀的艺术品 再次感谢 谢谢 谢谢